好 那么吉安湘工所为了让地方建设以及政策推展更加的圆满顺利 乡长游淑珍就率团队来主持112年度第4次村长暨村干市的业务汇报 那么也向村长们来说明乡镇推展的现况以及内容 吉安湘工所召开112年度第4次村长暨村干市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主持 协同主任秘书及各客室主管 会同乡内所有村长 村干市 共同针对乡镇各项业务推展与地方建设 社会福利 环境美化 艺文发展等进行互动交流 并将无法立即解决者分类全责列案成报并记录成案 方便日后追踪处理 针对于上一次的提案39案 我们一一的说明在中间执行上面的一些困难瓶颈以及完成率 也针对于这一次汇报里面的34案 我们要开启续服务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在我们吉安乡境内的所属 我们完成的90%村长建议的所有的内容跟服务 那另外的这个所属没完成的大致于 来自于整个中央的所属 还有呢 县府的一个权责在其中 尤其在里面谈到的是这个山色号制 设施与否转弯的一个避车道的一个执行 会攸关到农田水利汇水利沟加盖 能够增长来让汇车更圆满 以及整个七角川任养的一个权署 还有整个在我们的监视设备 以及我们的中央道路的一个设施安全交通 路网的一个建设 我们也会善进我们地方的权责 承拔到县府 承拔到中央 承拔到各个所属相关的水利问题的一个单位 来进行献乡中央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相信择武旁贷 最基层的村长的意见 更是我们参佐最重要的衣柜 所以我们要牵起默契 让我们在执行面 能够更善进乡亲的建议 在服务的要项其中 我们相信市性的建设不是口号 而是我们要努力去克服各个方位的一个问题 得以给予更好的一个设备设施 跟市性建设的一个执行面的一个完整 今年度最后一场汇报 游书珍表示 针对上一次39案的提案 一一说明在执行的瓶颈和完成率 也针对这次汇报提出34案的续服务和全责 完成村长建议的九成内容和服务 期盼未来持续攜手 共共民意需求服务 搭建基层沟通桥梁 解决民众问题 达标各项乡镇建设任务 为乡亲再造福祉 记者蒋方燕即然相报导